接下來為大家談到的是我們經常談論中國經濟的時候 聽到的一個詞就是爛尾樓 經常是說什麼樣的政策做不下去了 有這樣的一個經常被大家慣以爛尾樓名稱的計劃 叫做中國製造2025 中國製造2025其實是在2012年左右的時候 習近平剛剛上任的時候就提出的 但是後來由於中國製造2025引起了國際上很多的警惕 特別是被視為是川普對於中國進行貿易戰的重要原因之一 很多當時有關於中國製造2025的宣傳文件和具體的政策 都已經在中國網絡上不見了 但是來自南華早報的記者他們當時就留心 提前下載了這一些材料 看看中國製造2025這幾百項項目 到現在只有八個月就要收工了 有哪一些已經達成了 哪一些沒有達成 在沒有講之前我想請何明先生來猜測一下 中國製造2025現在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期末考的時候 雖然中國本身的宣傳已經轉為了低調 但是你覺得2025當時設置的目標是爛尾的多還是達成的多 嗯 我覺得因為2025達成的這個項目的這個變化 後來幾年變化比較大啊 由於這個人工智能的出現 由於全球的新能力的這個整個政策的這個轉向 我真的是足不出一個推測出來 我保守一點講 爛尾多一點要大家高興一下 因為有的人就喜歡中國爛尾嘛 不幸南華早報的記者是通過統計發現 實際上爛尾所謂的爛尾就是還沒有完成的只有14% 而其中涉及到86%的項目都已經完成了 我們也知道在2012年開始籌劃 在2015年開始推出這一項啊 這個叫做中國製造2025項目的時候 當時中國還處於全球供應價值鏈的比較的低端 我們想2015年那個時候 我們一提到中國還主要講到的是中國生產的是廉價啊 技術落後的產品等等等等 但是啊根據來自南華早報記者的統計 超過86%的項目已經實現了 其中啊在當年列入中國製造2025 現在已經實現的目標包括什麼呢 首先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啊 這一方面的生產目標其實已經超額完成了 第二點呢就是5G技術的廣泛使用 中國的鐵路乘客現在即使是在隧道裡面 也可以這個享受高速互聯網 還有呢就是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智能工廠 還有自動化碼頭和港口的製造國 這一點我們之前也想到 第四點是什麼呢 就是使用國產芯片和操作系統的高端手機 並且呢在中國市場有相當大的佔有率 第五點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的造建能力 現在啊其實已經是超過了美國 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造建能力之國 第六點啊 當時大家誰也想不到會實現的 就是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已經超過了日本 第七點的是航空航天領域 包括火星著陸探測呀 北斗全球衛星導航啊 月球被著陸啊等等等等已經實現了 第八點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個超導磁共振系統 還有抗癌藥物方面 醫療和製藥水平已經完成了中國製造二零二五當年的目標 第九點是什麼呢 就是農業科技化 現在不管是自動播種機無人機還是生物技術等 對於農業的產出都有很大的提升 但是我們說啊 也有一些項目啊 十年前想做現在還沒做成的 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先進光刻機技術 特別是歐洲這種極紫外光刻技術 我們說叫EUV技術的工業化啊 現在呢仍然是沒有達成 第二點呢 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自主測量和檢測設備 哎我們說呀這個這個EUV這一部分你達不成啊 我們大概是能夠想到啊 這個美國對於中國的芯片唯獨啊 現在呢技術實力在芯片領域差得太遠 按理說這個自主測量和檢測設備不應該是這麼複雜的技術 哎南華早報的記者啊就分析到了 這恰恰是因為這個技術不太複雜 所以呢美國沒有制裁 現在呢中國還在使用進口美國的儀器啊 所以啊南華早報的記者啊也是比較諷刺的說說有的時候啊 美國的制裁和封毒反而是促使中國更快的實現 二零二五目標中的一些相關的領域 當然了除了這一些之外啊 在新材料領域目前看來表現也比較欠佳 比如大尺寸深紫外非線性晶體 有一些超導材料 包括呢有一些石墨烯電極材料等等等等 但是在這一方面呢 中國已經通過和友好國家的礦產資源的開展相關的合作 似乎呢也並沒有出現卡脖子這樣的一個狀態啊 哎那何明先生 怎麼樣看待南華早報對於中國製造二零二五項目的梳理 平時我們說爛尾樓啊 說從一帶一路到雄安 老師啊被我們說諷刺 但是目前看來整個中國這個先進製造工業化在過去十年裡啊 還是不是大家想像的完全爛尾這樣一個狀態啊 嗯我本來想多講一點爛尾結果現實給我打了一個耳光啊 就是中國的這個這個二零二五的計劃啊比它爐實的要好啊 不過我還是期待著這些啊天天盼望著中國爛尾的這些人啊 趕緊從這個報告裡面找到一些這個消息或者是一些問題出來 我們好啊批評 我們的角色啊確實實實是要對政府的行為 尤其是中國的行為啊多多加以揭露啊多多加以批評 因為第一啊中國啊沒有這個新聞自信自由 海外吧有這麼一個新聞自信自由啊 我們應該找到這個機會啊 所以我們實施批評中國的外交中國的外宣 但是對中國的這種批評應該建立在一個基本的事實的基礎之上 這些年來海外已經形成了一個呢 就是整體來講這個輿論已經完全被毒化了 我也不知道是政治的力量在裡面起作用還是為了流量 還是這些人真正是看待了中國的經濟就是已經完蛋了 總之呢就是對中國的製造業的能力 對中國的這種更新的這種速度 尤其是對企業家的這個努力啊十而不見 我昨天我不知道李奇博士看到沒有 昨天我的點點今天事的這個節目中間啊 就引述了英國的金融時報的這個一個長篇的訪問 訪問的就是大家可能啊這個 在柯林頓時期啊是美國的唯一的一個最近30多年來 政府能夠啊受制平衡的這個時期 那柯林頓啊是一個了不起的一個政治家 是一個了不起的總統 但是在那個時候的總統經濟 委員會的這個總統顧問啊不是這個 川普時候的那個總經濟顧問 拿瓦羅這些人啊 那麼他不但是得了經濟學強 而且那個時候啊 他就對這個全球化提出了很多的看法 而他對全球化提出了很多的看法 今天就已經成為了很多的現實 而30年之後其中他昨天引起我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話是 西方為什麼還有一些了不起的 具有洞察力的一些經濟學家或者政治學者 他說即算是沒有政府補貼 中國的製造業基於他的市場的規模 以其了不起的一批工人士的存在 他一樣的會很強大 這句話也還在把我打動了 因為我們知道中國的製造業發展的過程中間 有政府的戰略有政府的這個政策的這個推動 甚至很多的優惠政策都是真實的 但是這不是中國製造能力和經濟學體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根本原因就像這位經濟學者所講的 他已經81歲的老人家得了Ruber經濟學獎 那麼他就說是中國的市場的規模的效應 第二個是什麼叫市場規模的效應 很多的國家的人口比中國可能還多 比如說印度 但是他就很難向中國形成一種全國性的 一種比較統一大市場 雖然中國在這裏還有很多缺陷 很多問題出現的差別 但是整理來講他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市場 第二個是中國在文革之後所形成的這一批工人士的力量 他不是進了實驗室 他也不是說在這個研究所裡面進行研究 而是真正在流水線上去參與這個產品的變革 參與這個流程的變革 這批人才就是中國的製造業的真正的靈魂 因為這樣一批靈魂人物 他上可以對企業家本身 參加很多實質的建議 下他們可以培養一批非常優秀的 可以操作的這種工人的隊伍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一些根本性的原因 那麼這些情況如果你比較今天的印度 比較今天的印尼 或者是比較越南 你就將發現從規模性來講 沒辦法跟中國比 從人才具備的來講 這些國家在短短10年20年是趕不上的 你比如說像印度他有非常頂尖的這個管理人才 我們在美國公司裡面看到了 也看到一批非常優秀的 這種間斷的人才 他們在人工智能 或者是在網絡很多方面 但是你就發現 印度的整體的經濟 他學的是美國的服務業之路 這就慘了 對吧 這些產業恰恰是在 新技術浪潮時期 尤其是人工智能時期 最已經被淘汰的這個系統 那你印度的這個經濟要重新改寫了 但是你要形成中國的這種製造業的體系 炭荷引力 它的生炭的形成是30年之功 所以我在過去一年兩年中間和大家講 大家惹這個印度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 印度要達到今天中國的製造業的生炭 即算是不犯錯誤 也要30年 所以有了這種基本的認識之後 你就會對中國的這個經濟能力 就是剩下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叫產能顧勝 什麼叫產能顧勝呢 就是能力顧勝 先搞清楚這個事情 那至於產能顧勝 對今天的西方的衝擊 對東南亞或者是對發展中的衝擊 那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那是需要討論的 而且確實是中國的很多企業可能會被倒閉 可能會完蛋 因為為什麼 它竟然太激烈了 對吧 這是一種激烈的痛苦 而不是說衰退的痛苦 什麼躺平啊 這些油槍滑掉的這個嫩掉啊 在這個 你作為一個工人 或者作為一個技術人 你可以選擇一種方式 你可以去躺平 你也可以去怎麼樣 但是作為整體的經濟生炭來講 我相信中國的企業家 它就算是實行了這個現代化 他們的企業家 他們的功能是24小時 他們的心都是在這個企業上面 你想一想 全世界哪裏有這樣一個企業的生炭 這樣的國家的經濟怎麼會完蛋 好謝謝這個和民先生的點評啊 剛才和民先生提到了一個詞 叫產能過剩 不管怎麼說啊 現在呢西方國家 現在對於中國的這樣的一種產能啊 是產生了非常大的憂慮 不僅僅是美國在歐洲也是 謝謝